請游醫生開始 主席 各位老師 大家好 歡迎保護協會推訪講師 我是游藝 本身也是中間公園 崔森聯盟的召集員 今天跟各位老師來做個簡報 這是我們從 虎山上面 虎山步道上面拍的廣詞 其實我們一直今天早上在環評會 我們也有把這個投影片給 環評委員看 那早上環評會已經自暫時擱置了這個案子 希望之後等督審通過了再來討論環評的事 那我們從 我們一直在每次在簡報上面看到的 這一個開發案 都是一個平面圖 其實大家不知道這裡原本有多麼的美 所以我們特別到虎山去拍照 就提供各位老師不同的角度去看在這塊土地 這不是一塊樹地 這是一塊有非常多樹木的一個 非常美的一個地方 我們如果從台北市的空調圖來看 這一個整個廣詞不愛園區 其實在東區 現在很 現在很可憐的就是 我們的松山燕場其實已經現在被禁控了 那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老師分享 那其實在整個非常密集的都市裡面 我們這附近其實是非常缺乏大型的綠地公園 那廣詞不愛園區 它的位置在福德社區這裡 這周邊是非常密集的 再上來這裡就是山 雖然旁邊這裡也有公園 可是跟這邊住戶的距離其實還是有 步行的距離大概也還要十幾分鐘 對那基本上來講 我們非常希望說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做多一點的考量 對如果我們再拉進來看 其實廣詞不愛園區裡面 它其實原本就有非常多的樹木 然後它整個在社區裡面其實 在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休閒功能 那目前只有這一小塊 是一個公園的使用的空間 那非常多的居民會到那邊去做運動跟體操 那我們如果從101上面再去拍這塊土地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是一塊活生生的地 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珍貴的樹木 這個非常需要大家一起來保護它 所以不是現在簡報裡面在講的13顆 我們其實聽了非常的難過 這就像松山燕場的案子一樣 1000多顆的老樹裡面只有200多株被保護 結果死得非常的慘 所以我們再來看廣詞 我們非常希望松山燕場的案子 不要再重複出現在廣詞這個案子上面 如果各位老師到廣詞現場去看 這個才是廣詞 不是大家在圖面上面看到那些小的綠點點 不是 這個是廣詞不愛園區的現況 它有非常多非常多漂亮的大樹 然後它是一個非常密集的地方 生態也很豐富 這個都是在廣詞拍的 我們真的請各位老師不要用平面圖上面的綠點點 來看待這些非常美麗的樹木 這是我們的松山燕場 其實現在環瓶被否決 而且環瓶被否決的狀況之下 這個地方居然會被清空 我覺得當時如果書委會可以有多一點點的堅持 其實現在松山燕場應該還是要長這個樣子 所以到最後它 最後它整個被清掉了 在環瓶被否決的狀況之下 它還可以被變成一塊空地 大家看的真的是非常的心痛 那我們是要讓廣詞繼續布向松山的後塵嗎 那現在環瓶跟都城都還沒有做 還沒有完成 環瓶今天早上已經被暫時擱置了 那這是松山當時被挖過去的樹 我相信很多資深的樹法委員的老師 都有看過這些照片 他挖到寶芙國中就像一個墳場 然後到最後大概超過三分之一的樹子在那裡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對待這些已經幾十年幾百年 幾十年然後為我們製造新鮮空氣的這些樹木 我覺得這是樹委會必須幫他們去爭取的一些權益 這些挖到寶芙的樹木真的有非常多非常多 挖過去沒幾天就哭死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 然後這都是我們的綠色資源 這些都是紳士紅彈筆 在文化園區裡面的紳士紅彈筆都是受保護樹木 在體育園區都不是 我們真的覺得非常的難過 我們希望這樣的是在廣詞不要再繼續發生 包括上這一顆真的是遺照啊 從那天堂最大的這顆張樹 我在手上這個護碗 當時我們大家去抱他被警察折了 已經一年多快兩年都還不會好 然後這顆樹 這是我們前兩天進去拍 星期一進去拍 上禮拜一拍的 它現在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非常不希望這樣子相同的狀況 真的在廣詞繼續發生 然後我們就會把廣詞的空教圖 拉得很近來看 其實各位老師可以看得到 在廣詞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建築物 它其實有非常多非常多的空地 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在台北市的圖示計畫 我們非常希望主席可以把這個意見 帶回去給市長 我們台北市的都市計畫 真的應該要考量這一塊土地的現況 而不是把它當成一塊空地以後 上面畫一條線那裡是社福 這裡畫一個L型 這裡是商業 然後現在還是公園 我覺得應該去考量這個現場的狀況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對照現場的空教圖 它已經有房子的地方 我們是不是可以去完成 是不是可以跟設計單位可以 大家一起來討論 我們怎樣在既有的 已經是空地的地方 去完成我們希望的開發案 而不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在樹最多的地方 蓋旅館跟住廂蓋 然後把樹全部都挖走 謝謝 我們希望各位書法老師 可以幫忙把關 以上謝謝 非常謝謝光顏保護器